以後搭乘台北捷運可能會有很不一樣的感受 台北市文化局打算未來要讓129個捷運站都有屬於自己的特色主題曲 不管在車廂內手扶梯或是樂台都可以聽到音樂 客觀者還說希望可以募集到跟台北有關的歌 還可以順便發展觀光 聽到熟悉的警示音就知道車廂快關門了 想要上車得加緊腳步 但以後這個聲音恐怕再也聽不到 烏克利利的聲音配合警示節奏 台北市文化局和捷運局要一起合作 推行捷運站地景音樂 要讓每個捷運站都有專屬自己的聲音 你到這一站聽到這音樂你就想起 這個是這一站 所以如何把這種風景跟音樂做連結 所以我們就開始讓捷運每一個站 都有它的特色的背景音樂 甚至有它的主題曲 它這個你剛才說這要花多少錢 我想這是有多少錢就做多少事就慢慢 所以這不會是一個禮拜完成 不管是關門聲警示音或是背景音樂都要改變 柯文哲為拼百日新鎮嫁進馬力 卻也引發不少爭議 像是最近的漂流木遺雲為審先判引發爭議 連推動捷運連開宅當作社會住宅也屢遭住戶反彈 柯文哲現在乾脆分類把溝通喬事組都交給副市長鄧家基 柯文哲講求效率但工作狂的性格不只讓北市府公園處爆出請辭潮 現在也被勞動部長陳雄文點名建議勞工下班後用LINE接收任務就要算加班費 柯文哲尷尬還先替自己爆區 不過上任三個月力拼百日維新一言一行都成為媒體焦點 月電TV沈永沛SNG小組台北報導